俄乌戰爭的部分來關注到現在美國總統當選川普他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沃茲在24號的時候他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現在呼籲烏克蘭還有俄羅斯應該要停止升級戰事並且進一步展開談判 拜登政府先前是授權了烏克蘭可以使用美制的遠程飛彈攻打俄羅斯境內並且還進一步的提供步兵步雷 而現在呢這個俄羅斯就試射了中程彈到飛彈作為回應對於俄乌戰士的升級沃茲現在呼籲俄之間應該要透過談判來進一步的讓戰士停火而不是針對戰士升級來互相做回應 好 烏克蘭軍方23號就先透露了烏軍在今年的8月份發動的突襲迅速奪下了俄羅斯庫斯科州的大片土地之後 俄軍也陸續展開了好幾波的反攻 目前烏克蘭已經丟掉超過40%的佔領土地了 烏克蘭軍的本身能夠以為俄文人用力 要為俄羅斯門的危機 要不要和俄羅斯的散步 就不可以讓俄羅斯風來 俄羅斯電是在烏克蘭軍的危害 我相信我可以讓俄羅斯的歸議 把俄羅斯通過出出了 這邊是節節敗退 而且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現在也承認是居下風 現在烏克蘭參謀總長就表示 目前大約有一萬一千名的北韓士兵 在上週已經抵達到 庫斯科州這邊來支援俄羅斯 同時法國的外交部長 巴霍在22號就表示 同意烏克蘭在自衛的原則之下 朝俄羅斯發射法國的遠程飛彈 他不願意確認 烏克蘭是否已經是 真的是使用了法國的攻擊武器 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但是他強調 基本的原則已經決定了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敷拼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露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通關 Prophet 雷維 不是 雷維 雷 就 雷維 雷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